在21相礼炮声中 台湾总统赖清德 步上总统府前的讲台发表演说 他说他主政下的台湾 将扮演亚太区和平的舵手 维持台海两岸现状 他还呼吁中国放弃对台文攻武吓 让两岸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重启交流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一起追求和平共荣 赖清德也强调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更提醒台湾人不能对中共存有幻想 即使台湾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 放弃主权 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 对此学者认为 赖清德是在为中国近年来 对台湾大打法律战预做准备 现在的中国会非常强调 会想要把台湾内水化人 是在法理上对台湾去做治理权的限制 所以特别去强调互不隶属 对应接中国的法律战蛮重要的一个谈话 台湾学者分析 赖清德的两岸论述 大致延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基调 虽未有意外 但也没有释出中国想听的善意 赖可能越来越强调是世界的台湾 不是中国的台湾或是两岸的台湾 而是放在美中对抗印太战略 或者是全球产业链底下 这里从小英总统开始就慢慢往这边走 就会至少跟马英九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进一步的更多的善意 但他并没有退步 只能说目前的状况会停在这个部分 针对赖清德就指引说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发布新闻稿批评 赖清德将台湾视为国民 形同新两国论 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 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而中国外交部也对民进党政府维持强硬姿态 发言人汪文斌于例行记者会中重申 台独是死路一条 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 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 李新竹 台北报道